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新达厂四部机组跳电的问题 导致了现在目前全台大停电 总共已经有846万户次停电 这个停电的规模可以讲说是非常的大 不过索性台积电跟联电还没有传出停电的灾情 南科高雄厂40个厂商受到了波及 不过台积电跟联电的状况目前看起来还好 并没有传出什么停电的晶圆的损害的灾情 但最新的状况我们持续跟听众朋友来更新 现在目前看到的消息是这样 不代表一定是这样子 那此外呢这个停电的原因 台电也说明了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全台大停电呢 台电是说这个高雄市路竹路北超高压变电所的汇流牌故障 导致新达电厂总共四部的机组跳脱 造成系统频率骤降 结果台电就立刻启动低频的卸载 卸载 采取分区人流供电的机制 同时呢紧急抢修设备 试图来这个恢复供电 听有没有你会觉得这个理由很瞎啊 我真的是觉得超瞎的 就因为一个变电所的汇流牌故障 你就可以造成全台800多万户次的停电 你不觉得很瞎吗 瞎到爆吧 这是开什么玩笑呢 台湾的整个供电系统是这么脆弱吗 一个变电所的汇流牌故障 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我真的是会昏倒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是不是 上次也是一个 台中火力发电厂那个事件 我已经记不住几年前 那个也是造成全台的大停电嘛 对不对 难道你没有记取那次的教训吗 这种所谓的系统性的跳脱 导致了这个机组的问题 而造成整个供电系统的问题 然后你台电没有记取那次的教训吗 你真的是 真的是你说无言啊 我只能说是无言啊 无言以对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电力供应状况了 大家自己去评 评论评理吧 好那至于说 现在目前财经的状况 可以讲说是一团混乱 这个股市暴跌 疫情再起 再加上又是全台大停电 这个我看所有人都无言了 好我们赶快来请教 史玛支付月刊 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继忠 在我们的节目线上 继忠你好 穆豪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忠为什么会我们电力系统会这么的脆弱呢 应该是说我们今年的整个极端气候的状况 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 这个跟极端气候也没有关系 没有啊就是我简单说 这个第一个问题 变电所的汇流牌跟极端气候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电力设备的脆弱 应该是看得出来吗 那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是水力发电不见 好那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它的整个 这个汇流的这些东西 它一定是过去传统上 你假设有水力发电的时候 你今天你的这个整个电流的这个部件 跟你现在整个水力发电被抽掉了以后 整个的状况是不一样 那尤其南部最近的高温 我相信那个整个用电量 所以我这两天其实在想说 台股跌成这样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我们的电力看起来 是如果现在五月就已经轮流供电了 那是不是这些电力的相对有关电力的这些设备 好是不是未来你可能就变成我们 下一波的一个全国的一个方向 好那因为看起来我们的整个电力的供应系统 真的要大改 好那这个当然是跟这几年的很多法律 这个推陈出新也有极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电业法虽然通过了 可是我们后面还有相对很多的事情也都要做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现在会分区轮流供电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都非常集中式的供电 那可是现在当我们的绿能的电力开始增加以后 我们应该要做分散式的供电 可是这些分散式的供电又牵扯到这个电网的整个汇流跟供应 那我们看到很多绿能的电厂 他们现在不只是做绿能的发电 还有很重要 从发电除能乃至于到他们现在也 也构置了非常多的电力的输配送的设备 要把这些电力再卖回去给台电 好就再输送回台电 所以这一切都是实际上都是对台湾来讲 是我们基础建设里面非常大的一块 那如果我觉得政府应该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应该是加速度的去想 我们今天这些太阳能发电也好 风电发电也好 再生能源或者用地热或者用什么都好 你赶快趁着水力发电不足的状况之下 我们赶快去把这些东西想办法 赶快让它更快的能够超前部署 问题就是风电 太阳能 这些要建置也需要by book 然后stay by stay 它可能也不是一时三刻 好像有那个仙女棒 一点叮一下就全部出来了 对不对 当然 但是我们现在随便讲举几个例子 GoGoro的电动机车 GoGoro的电动机车 它里面的每一个电池 那个电池都是属于GoGoro的 GoGoro的电池 它的商业模式里面 它就没有把电池卖给消费者 它还是属于GoGoro 所以它是用一个换电系统 其实对GoGoro来讲 这个换电系统 对它来讲 比如说以今天上班时间 这个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刚好这个电力产生一个不足的状况之下 GoGoro在全台湾的充电站上面 它的那个电池的电 它可不可以卖回去给台电 好 虽然它的量目前 这个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吗 它有这样 它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做 但是它已经想到 它的商业模式里面 它已经想到这件事 可是问题 它现在卡在法令上面 它卡在它跟台电之间的这些合约上面 它就还是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们要讲说 现在也有很多工厂 比如说有气垫工程设备 他们现在在电力 就是台电的整个配电的电力不足的状况之下 他们也想把一些电卖回去给台电 那有一些已经做好了 有一些还没有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电力的开发 那这些新的电力的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我们都要去思考 那尤其是除能 电力的除能 包括你看台泥它现在也在做除能的这些设备 那这些都是引导我们的企业 在内需在台湾可以持续投资 那刚好整个环境已经有了 当环境发生这些变数以后 无论是今年的水资源也好 水资源的利用 水资源的这些净水场 这些的投资 乃至于电力设备的 这些输配电线的这些设备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题目 然后而且是值得大家 当我们在经历这些suffer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哪些前瞻的投资应该赶快做 好那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引导 大家就变成 不是出问题除了骂完 像你刚才爱生叹气 叹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投资的机会 我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是叹的台电 为什么永远都不长进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那815我现在查到资料 那个815大停电 跟这一次是一模一样 你记得815那是在傍晚吗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那次造成的重大冲击 整个全台湾的这个停电 那这好像是关错了吗 不是那次就是那个什么 他那个天然气的跟中油之间有问题 后来中油董事长 后来中油董事长不是还下台吗 后来是因为那个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嘛 天然气的部分那是后来是确认是中油的问题嘛 中油供给天然气的问题 然后导致了整个大停电 那这一次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就是系统性的跳脱嘛 那为什么我们我们的系统性跳脱的问题 不记取前面的教训 还是说因为就像你所讲的这种 这种要改变这种系统性的问题 要投资的金额太大了 或者说要再做什么输配线另外一条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那难道这样的问题就永远无解吗 我觉得有解啦 那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回过头来 我们就看到美国他们在改拜登上来以后 他就说他的基础建设他要重新调整嘛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基础建设 也应该重新好好调整了 那尤其是我们的基本上水跟电嘛 这是最基础的设施嘛 那这些设备我们如果还 因为我们相对于过去 我们的确以前是集中式的 那现在是要做分散式 它的确要做调整 而且我们的 因为我们过去几年 不就一直在讲那个被转容量吗 那个被转容量几乎都是好像说 我们都可以就是都是低空飞过 可是那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是 老实说都是在危险边缘嘛 那如果你怎么样让它更安全 这个绝对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 那特别是对厂商来讲是绝对啦 因为我们今年看到那么多人都回来投资 然后我们的民间投资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量的在成长 那这个是支撑我们整个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半导体的整个产业在投资 那现在大家都很害怕 对不对 那你要要水要电 对不对 现在水也是问题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些真的有一些好的技术 然后持续性的投资 那运用股市这么大的成交量 把这些资金引导到这些好的投资案上 对不对 那这个绝对是木华熊可以为台湾社会代工 我们把当充的资金引到这些投资上面吗 别做梦了吧 他会去当充 他就是投机今天买今天卖或今天卖今天买 他会管你什么水电基础投资 市场不是全部都当充吗 那还是有 百分之四十啊 这两天都是四成的资金就是当充 很可怕 是啦 这个当充 不过换个角度你来想 过去如果股市跌1400点 就跌到3000点 那政府的时候不是有一堆人会去 尽管会前面抗议 对不对 或者昨天我看节目中也很多人在讨论 哎呀这个 你都在担心起货会不会违约交割啊 或者什么的事情之前发生 这次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也很正常 因为现在疫情蛮严重的 所以大家不敢群聚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来 请教注意中说最近股市这样下跌 该怎么因应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广达公布出来第一季的存益 年增1.75倍 这个EPS1.84元 是写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这个notebook的状况 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情势 但是光学元件的状况就很不好 这个今天郁金光公布出来 这个年减45%的第一季 这个EPS掉到只有2.5元 这个很惨 郁金光的财报呢 第一季的税后是只有2.8亿 季减了72% 季减72% 年减45% 每股EPS掉到只有2.5元 那大力光啊 首季的存益呢 季减23.6% 年减20.91% 这个大概跟他的营收的减幅差不多 那每股的存益是39.62 也是很差了 这个两大厂的存益都是季减加年减 这个光学镜头真的很辛苦了 好那我刚刚查到这个815全台大停电 跟各位更正一下 它是中油对台电大潭发电厂的天然气供应管线 因为聚入国际 更换卡片不当造成意外的这个停止运作 所以导致了大潭发电厂的六部机组全部跳脱 造成了倍转容量不足啊 就是所谓系统性供电的问题啊 这次也是一样 这次是汇流牌的故障造成整个 新达电厂的跳脱 然后造成系统性供电的问题 所以刚台电也讲了 台电也发新闻稿说不是缺电 而是这个系统电网的问题 那这个电网问题 已经有2017年的815事件了 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状况 那汇流牌故障 为什么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跳脱 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因为供电是供电稳定是一个 照来讲是一个先进国家 你如果说台湾是先进国家 先进国家最基本最基本要做的事吧 那我们今天也不继续在讨论这个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无解了 那继续来请教商桌集团总经理朱继中 继续看最近这个股市暴跌 你觉得后续的状况会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回档 其实很多人都在等待了嘛 好那我讲等待的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你今年的从年初这样一直上来 比如说我们看几个现象 很多人都讲说 哎呀你看散户买那么多 那特别是大家都觉得 比如说像台积电就是很明显 就是大家散户人手一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台积电怎么可能还会再往上走 那所以他有一个回档 把筹码适当的一个陈电 我觉得也是应该正常的一个现象 然后那再来一个东西 大家最近讨论最多就是美国的通膨 好那这个通膨的事实上 我想我们早在去年第四季 大家就已经知道说 大概三四月这边 好四五月这边 整个CPI的这个冲 冲高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吓人 那你从前两个月 我们大家预设说 你看到2.6 可是你这两天你看到的是 四月美国的CPI是到4.2 那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是很震惊 事实上你也不用震惊 因为美国联组会早就已经预期 会有这样的状况 他就跟你讲说 所以你不能只看单月 你要必须要看一段趋势 等等之类的东西 那甚至他前两天 还给你打了一个预防针 说这个你看一下 那个整个失业率 我们现在还有800万人的失业 800万人比那个2019年年底的 那个时候 那整个失业人口 我们还多了 多了快一千万的人 还在失业 所以他还要持续的做宽松 那所以你看得出来 就是说 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资金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差就差在什么 因为大家 没有信心 对 因为前面的信心叫过度膨胀 现在就要就过度小轰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是说你三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你还觉得这个世界一片光明 对 你只要买了股票 就上天堂 两个礼拜前 大家还在讲说要攻万八 对 现在到万五没人敢买 对啊 那我觉得 是怎样呢 这两 所以这期上周有一篇文章 他就在讲说 现在市场叫疯狗流 对不对 都是这种疯狗浪一样的 多头的时候也是疯狗 那空头的 就是要杀股票的时候 也一样疯狗 那所以 那事实上 我觉得这里面 我们大家就应该 可能要去做一个观察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几天的 当稍微市场 稍微连杀三天之后 他就会开始 有一些沉淀 那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观察 那我觉得 第一个大观察 就是刚才讲的 那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事情 到底会不会引起了 整个利率的上升 那各位可以特别注意 美国十年级公贷资利率 最近上 最近又上 昨天上很多 对 昨天又上来了 到1.69 那去2019年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那一波最高到1.92 如果这一次 啪啪啪啪一直冲的话 那你真的会对市场 我认为这个波动 就会持续的扩大 因为当 那就表示 越来越多保守的资金 他要从股市撤退 他前一阵子他没杀 那他接下来 他真的是觉得 好 那我不要在这个 动荡的股市完了 我会把钱 往债券市场去弄 甚至你债券市场 还有更多人也都在卖 那这个时候 那当然这个资金 就会出现 更动荡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 那最简单的观察 就是看美元 美元是不是 持续性的走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市场的动荡 就还没结束 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美元指数也谈升了0.6% 对对对 所以我想就是 大家观察美元 观察10年级公債的殖利率 好 那这个 因为10年级公債的殖利率 一直往上走的时候 会更多的钱往美国跑 这个是一定合理的 一个推测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层的话 那假设 10年级公債殖利率 它又慢慢走稳 因为你看到 3月的那次回党之后 事实上 10年级公債殖利率 它就没有一直再上去 它甚至还回跌 好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财政部 它做那么大的赤字预算 它目标 它把债券殖利率拉起来 是为了要卖公債 所以它就吸引了日本 这些其他国家 又进去买公債 所以整个在市又开始平稳了 好 那这个一旦在市 回到平稳的时候 那股市又开始涨 好 那可是问题是 我们这一次它就会出现 那我觉得这一波的回党 要整理完毕 不会那么快 那大家应该要 肯定一下 所以你 你倾向就是说 回党其实还是应该要买股票 对不对 回党 但我觉得不要买太快 好 因为我认为 整个五月 整个五月很可能都是动荡的 五六月都是动荡的 那好 五六月动荡 动荡完之后 你下半年比较看好 是什么产业 好 那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 还是回到科技股上面 好 那大家最近就看到 那个ARK ARK的那个女股神 她又开始讲 她认为说 这一波涨的这些原物料股 不行了 好 那你一定要回头 还是要去看科技股 那这个一定是 大家会去考虑的 到底科技股还行不行 好 那我觉得 她的论述里面 有一个也非常有趣的 她就认为说 只要科技持续的好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通货膨胀 你不用担心通膨 因为科技的技术 这个说法也值得探讨 对 因为她认为 就是科技的技术 会让生产力整个提升 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 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缩还是会阻导一切 所以通膨是一个假象 是一个断期的 可是这一波的通膨 也不是因为科技 是因为美国联准会 搞了那么多钞票出来 当然 是因为樱桃 那可是因为我们现在 还有供应链大乱 对 可是这件事情 迟早会尘埃落定 因为当然 那一旦尘埃落定的时候 是不是又像她讲的一样 又是科技股 那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可能要 未来一两个月里面 好好去观察一下 Catherine Wood的旗舰基金 那个ARKK 从今年二月的高点摔下 已经摔了快四成了 摔了快40%了 对啊 因为它还在压在科技股上 你看得出来 它就是标准原文 特斯拉还在破底 特斯拉最新一个交易 每股的周三已经破了600块了 那但是我要讲的 我认为中长线来讲的话 比如说像电动车啊 这些绝对还是典范转移 没有 毫无悬念 OK 好 就大家 只是你在什么价位进去接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 刀子才从那个101的楼上掉下来 那记忠你什么时候会想要进场呢 你自己的这个 我自己看吧 我认为到五月底以后再来说吧 五月底 所以你现在目前到五月底 之前都会观望就是了 我觉得我尽量观望 你觉得国安基金在这边 应该不要进场了 我觉得是应该在那种 动荡一千多点的时候 它应该要稍微思考一下吧 因为一千多点的时候 已经非理性 对 已经是非理性了 那不过我看起来我觉得 这个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的整个市场的承受度 OK 好 非常谢谢商搜集团 朱一宗总经理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